今晚Billy親自下廚 做幾道拿手好菜 蒜蓉炒菜 這是兩條紅三魚 新鮮的紅三魚 煎一煎 這是蝦仁炒蛋 炸菜 薑絲 蒸牛肉 wheel 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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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煎 煎 煎 MING PAO TORON Hello各位觀眾,John Billy 我們今晚Billy親自下廚做幾道拿手好菜 之前我已經吃過Billy幾餐了 不過湯真的很棒 那碗湯真的很棒 比外面大廚煮的更好吃 我們開年 可能觀眾不相信 因為我的樣子不像煮菜 不像會煮菜 還有一個樣子 Billy你出蒲我就相信你 你說煮幾道菜我都不相信 其實有些粉絲已經嘗試過 我們容創的幾個業主 其實都已經試過Billy的手勢 那次來到剛剛說你不舒服 然後說來我家 我煮一個美麗湯給你 下火 真的行 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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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頭湯 沒問題 這裏就是Billy的家 就是維廣灣五期 第一棟 你看看我們Billy的家的景 看看這個購物 頭牌來的 都是重創的 已經可以受傷了 因為現在買真的便宜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當時買下來 我百五萬連茶水那些 那些不要說了 我覺得香港人過到來 退休 買個海景房 怎樣都要 是夢想來的 買完夢想的話 百多萬 OK 頭牌 不是山上面 山頂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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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便宜 不過現在 真是值得買 不過那些 我們不要說了 我們今天講 是生活的 生活的 我們今天就過來吃 Billy的拿手好菜 當然 Billy也是一百年 做維廣灣的業主 也是一個純正的香港人 他當時買頭牌 加上茶水 他裝修裡面裝修得挺漂亮 待會我們都給各位觀眾看看 未包裝修都去到百五萬 當時是要塞桌底才可以 要到這樣的單位 也是一個高層 還有一個梳子 非常之美 OK Billy 今天你介紹一些拿手 真的好送給我們 好嗎 其實很用心 Billy這個 這個 鋪翠台 電視 不是很大 86吋 四手這樣 我喜歡過 好像戲院的感覺 是的 我們現在來到廚房 先到廚房 看看Billy 給各位觀眾 前菜就準備完了 切好 洗好 洗乾淨 Billy這個廚房 其實有很多高科技的食材 不是高科技 只是方便 雜成式 是的 Billy哥要介紹一下 我現在 這個很普通的 蒜蓉炒菜 這個就是兩條紅三魚 新鮮的 我們市場買 煎一煎 乾煎那種 是慢火煎 不能大火 大火 很容易焦 這個就是 蝦仁炒蛋 我喜歡吃這個 四個蛋 蝦 我應該告訴你怎樣做 因為很多時候 在家裡做 蛋可能會老 或者蝦 不夠滑 不夠蛋 不夠蛋 我告訴大家怎樣做 這個做法 以前我在讀書的時候 做那些part time 暑期工 是 在師傅那裡偷學回來 偷學回來 還有一些味道 就是那些 炸菜 薑絲 蒸牛肉 是 這些是 鋪料 其實 我看到這個米很貴 這個其實是 我喜歡吃的 基本上 以前我在香港 喜歡吃 那些 泰國那種 但是 回到大陸這麼久 原來大陸米 比金絲絲苗更好吃 是 為什麼呢 這個是東北五常大米 看一看 黑龍缸 是的 這裡放大一點 可以給各位觀眾看 俗稱 杜花香二號 是 這個 是 這個 一包 一盒 就有五 一小盒 一小盒 來看看 真空包裝 這裡一包 大概是 兩斤左右 1kg 不是嗎 1kg 即加上5kg 其實這包 在網上 可以買的 兩百多元 香港人吃得起 不過有些當然是 再便宜些 那些 口感不同 因為這隻 吃下去 你過來看看 已經煮熟了米 看一看 是很香的 很香 不過你們聞不到 哈哈哈哈 但是Villy 我們不是賣廣告 我們不賣這隻米 告訴各位觀眾 這隻米我們吃了是好吃的 是 因為始終 因為香港那些 是一大袋 5kg 左右 都是燈空處理的 但是這些我 我用一包 會剪一包 就不用說全部剪開 不要說 不要說 我們準備炒 這個 先說 因為這個要醃一醃 蝦要醃 怎樣醃呢 拿個 首先 我是這樣的 蝦 我就買一些雪蝦 冰鮮的 為什麼 冰鮮蝦你也做到大牙 可以的 待會你試一下 我試過 為什麼呢 那次是蕃茄炒蛋 蕃茄炒蛋 已經很入味 我覺得那隻吃得好吃 我就懶 正常去街市買些新鮮蝦 剝了殼 挑了那些腸 挑了蝦 洗完一次 基本上應該要洗三次 我這個也洗了兩次 因為冰鮮 而且已經挑了腸 大家看看 白白滑滑的 挑上去之後 洗乾淨 放在瓊水 乾身 要乾身 要乾身 我先放進去 我們可能要交廚房給Billy哥 Billy哥也合成講一下你們這些廚櫃 要分享給各位觀眾 先講講這個怎樣做 先加一點 生粉 少許就可以了 然後可以加兩滴鹽 不用太多 兩滴 這樣講夠嗎 因為太鹹 我不喜歡太鹹 老人家 吃太鹹就好嗎 好了 胡椒粉 為什麼要加胡椒粉 好 就加少許油 加完之後 拌勻 拌勻之後 還要等它醃一醃 醃多久呢 15分鐘 15分鐘之後 不是說放進去炒 沒那麼快 還要乾身 不是 飛水 飛水 對 用水錄一錄 錄完之後 為什麼要用水錄呢 因為現在有澱粉 在這裡 你乾身後 它就黏在蝦肉那裡 黏在蝦肉 你用水 去煮一下 電粉黏著蝦肉 所以咬起來 是彈牙的 就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的原因 沒錯 好了 雞蛋那裡 現在 拌勻一下 有很多人都會問 雞蛋炒蝦人的話 你會先炒蛋 還是先炒蝦呢 不好意思 是一起炒 一起炒 即是全部都倒進去 對 為什麼呢 剛才我說過蝦 就是 已經出了水 出了水 已經有六成熟了 很專業 這個很簡單 很多人都懂 發完蛋 差不多了 之後 我們 加少許水 加少許可以 對 即是有沒有說 加多少 好了 行了 加完 再炒回去 為什麼要加水呢 我告訴你 原來蛋 你加了水 是特別滑的 哦 如果不加水 就稠 稠 人家做的那些 蒸蛋 其實都加了水 去蒸 但是 有些喜歡 發蛋 那時候 加蔥花 我就後半部分 才加蔥花 為什麼呢 你後半部分 加蔥花 你會 吃到香蔥味 即是蔥花味 有講究 原來 一個蝦人炒蛋 這麼多工序 我也是放了一刻 再打進去 就行了 已經多了 這個呢 那個 蒸牛肉的話 好了 是 我告訴你 其實不用蒸很久 五分鐘就可以了 五分鐘就熟了 是的 如果你蒸得太久 牛肉 老了 牛肉 硬的 這個要怎樣醃呢 因為我事先醃好了 加少許 這個 不是加鹽 是加糖 是加糖 是 糖 生抽 電餅 就是生粉 拌勻 如果你喜歡吃辣的話 可以加少許辣椒 小米椒 小米椒 都可以 你吃不吃 我 我就不吃辣的 OK 我們待會再蒸 但是這條魚 就需要時間 這條魚 我去街市買的時候 是用海鹽醃了 怎樣醃呢 你不用回來自己加鹽 先省一下 鹽 雖然不是貴 因為海鹽那些 你去魚市場那裏 基本上他們有鹽 你跟他們說 你幫我灑一層鹽 醃一醃 其實我都醃了20分鐘 等一會 我就慢慢煎它 煎它 煎它的時候 不要經常翻它 是 一旦翻它 它 就會 皮 掉了 就不漂亮 再說 少少這裡 這裡 一盆菜 另外 這個 這個菜 這個菜 可以進來看看 是 我穿了它 穿了它之後 這個是 果菜 海鮮 餐具 這是銅鎖的 這是 最重要是水 多一點 浸了它之後 它是 聽不聽到 彈彈聲的 超音波 所以我把沙泥全部 過了 那你下面 就不用自己洗 最重要是 切好 放在這裡 等一會就可以了 那現在 有時間的話 我們先煎一煎魚 其實如果你說 魚那裡 你想 皮脆 內軟的話 可以煎兩次 攤弄了再煎兩次 我現在先煎這條魚 釀鑊 讓它先煎熟 火燙 先煎熟 用這個鑊 因為那個鑊 炒菜 鐵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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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熟 鐵鑊 薯 鐵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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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着它会更加热 其实我自己的锅都有四个锅三个汤煲 另外讲开汤 这个就是最棒的 阿庄师说煲汤煲好了 煲了一个多钟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喝的汤 这煲汤煲最棒的 这煲汤煲 煲了很久 这煲汤煲最喜欢 今晚我要喝三碗 上次才喝了两碗 这个是什么汤煲 这个就是川贝清肺 川贝清肺 这个是买汤包 没有自己斩 是清肺解毒 那它就是这个汤煲 加上我们买的排骨 让你讲话 够有慈性 今晚我们就辛苦Billy哥 我们在这里拍一下Billy哥 会不会偷私那些东西 拍不拍的Billy哥 不拍的 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拍一下Billy哥 今晚大转传艺 好吗 OK 我们将这个厨房交给我们Billy哥 本身的厨房是好 哈哈哈哈 这条鱼呢 其实你最好洗完之后 就吸一吸水 煎下去 好了 先调小一点的火 先调小一点 为什么我换这个锅呢 基本上这个锅不黏底 所以它的鱼皮就没那么容易脱 最重要是调小一点的锅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调小一点的锅就可以了 有空就动一动它 为什么呢 然后去黏 然后去黏 阿庄你很喜欢吃鱼的 我本来买一条 你说一条不好看 叫大妈 好事成相 好事成相 我很喜欢吃鱼的 因为我基本上每餐都会有鱼的 因为我家里很多人都很喜欢吃鱼的 由小到大都吃鱼 那天跟你说的时候 你好像说你会煮鱼的 不是 我们是这样的 各位观众 如果有兴趣 我会做黑衣鱼的 黑衣鱼 黑衣鱼 俗称这个 猶鱼 当然我们猶鱼 又不止猶一样东西 我喜欢在鱼 在鱼洗乾淨 鱼做完按摩之后 我们喜欢把大杂鱼 塞进鱼的肚子里 一起熟 那味道是很香的 因为大杂鱼是淡水的 它不是淡水的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怎样做 我不太相信你会做 你将过程讲一讲 过程我们长话短暂 首先 用35元去鱼场 买鱼 叫它弄好 然后我们拿鱼 拿这个 豉油 然后姜葱蒜 姜葱蒜 就塞进鱼的肚子里 然后拿个豉油 和它按摩 才浸入味 按摩之后 就放在这里浸 浸大约是 一个小时 就翻一次 浸到两边 入味之后 不就要很多豉油 要很多豉油 起码你都要两支豉油 这一只鱼 当然 豉油里面 都可以放多少只鱼 在这里浸 但我们为了快脆 不要一只鱼 一只鱼这样腌 因为一只鱼腌 要两个小时 分开几只鱼 可能要一整天 所以我们就买了很多豉油 倒进去 直接一摇 我们就摇三五只 放下鱼 然后热入味 热入味之后 我们还要买了 荷花叶 石子 然后买了 排骨 大杂蟹 鱼 还有番薯 这些都有 番薯 胡头 买回来 鱼要用荷花和石子包在一起 然后其他大杂蟹 其他食品 粟米等等 基本上用石子包着就可以了 前面已经准备了 前面工作准备好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去那些黄泥地 以前我们的坚田 那些 炒开的那些 那些 那些泥土 一烤就散开的那些泥土 然后砌一个 砌出来 砌到一个 砌到好像是砌家 砌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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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拿这些柴 一定要柴 柴火 要用柴火 为什么柴火燒得很久 如果是你用那些纸皮 就烤得不够旺 用柴火把鱼里面的石头 烤得红 没有柴火 坦不够 坦不够 不够 火候不够 一定要柴火把火烤到 砌到碰碰碰碰 才可以 一定要柴火 柴火烤到石头 红了之后 就把柴火滑出来 即是把茶渣 即是烤了 那些茶渣 就滑出来 这个时候 就可以放你想吃的东西 放进去 然后就拿个棍子 或者拿个橙也好 把柴火烤烂 即是烤碎它 它就变成了那些 沙 烤成沙 烤碎它 然后焗在那里 十分钟吃 那时候味道很香 那柴火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以前 经常 我当时 我当时 有点流口水 当时 我早期 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在富力湾 富力湾对面 以前还有很多田地 经常在那里 就砌这个 然后烤这个 摇鸡 不如这样 下次 我们的观众 回来 找我们看楼 最多 来我家 这餐饭 足够了 不要说 我出去 吃餐饭 出去在田地 和你摇鸡 不要 因为摇鸡一定要去田地 因为你才收到那些石 那你呢 下一餐 你去摇鸡 我摇鸡之后拿上来吃 不是 你说 一餐我煮 一餐你煮 没问题 这些 又亲手做的话 这样才够成意 对吧 当然 不是说 我有钱 我请你出去吃 真的外面的东西未必好吃 我们开年饭 那天吃了四千多元 我觉得 你不要这么说 我听到 不要紧 真的不好吃就不好吃 我吃得很少 因为 不好意思 那天我们早一天 是 是 我们联合客观众来 看楼 看楼 刚好 我说 不如来我家喝碗汤 是 吃完饭 吃完之后 我们翌日 刚刚就联会了 是 吃第二天之后 就联会了 联会之后 我们就会觉得 对比起来 真的 我觉得 我们 因为有广东人 比较喜欢喝汤 我们将厨房交给Beeley 我会记得 因为我慢火 其实我不怕焦 因为我慢火 因为我会到手的话 因为我煮开 我大概心目中有一个时间 有酥 专业的 Beeley 专业 你看这些 这些 其实就是 熟人生效 你这些装备都齐了 我听你说 你以前在香港的时候 可能不喜欢煮的 是 是 是 香港生活节奏快 是 现在你过来 先看一看 我一翻一条鱼给你看 哇 都 虽然没有黏底 但是 都 那条鱼皮也 脱了 脱了一点 很多观众说 喂 不是啊 你说不脱皮 少脱皮 不要说不脱皮 煎好一边 先反另一边 先反另一边 煮东西 给一些耐性 然后呢 就 心急来的 当你煮的东西 你请你的朋友 家人 去吃的话 真的清晰的话 那种满足感 成功感 就差很远 当你煮完东西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吃饱了 你就知道 你现在的厨艺 去到哪里了 好 这个呢 我现在先放下去 这个 就 雜成式的 就可以 烤 蒸 烤 另外呢 它会教你怎么煮的 要近一点才能看到 别人都看不到 因为 这里有精彩的视频 不过你要连WiFi 因为这里是可以看得到的 这里看电影各方面 真的有齊 这个是什么 好了 先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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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热 那我现在先煮 煮烤 好了 删掉了 看看够不够水 够水的 好了 按个蒸 蒸呢 这里100度 那我煮到5分钟 5分钟好了 刚好好的 好了 开始了 这里呢 就会自己煮了水 之后呢 就在这里蒸 5分钟 它就停了 聞到香味 不是焦味 是香味 都是香味 是香味 不是香味 是香味 是香味 我都不想做 很例的 可以去烤 时转 很例的 姐姐 在这里 是香味 是香味 这件事情 其实也很较 情厌 现在才可以烤 97度 97度 98度 到一百度才開始蒸 很準的 時間控制得剛剛好 很漂亮 這個漂亮 這個黏了魚皮 這個漂亮 很棒 出鍋的時候一定要給我們一個特寫 先上菜吧 煲湯有精髓嗎 要邊煲邊下料 不可以 這個不可以 有湯包 如果湯包那些就不用 如果你說苦瓜 黃豆苦瓜排骨 要先出一箱水 飛水 飛完水後 先煲排骨 煲完排骨 大約半個小時 再下苦瓜 苦瓜要刮浪 然後又要出水 這是開放式廚房的重要性 你看 如果不是開放式廚房 你可能放這些東西 即是廚房的位置 對呀 這裡是洗的 這裡是切的 這裡是煮的 那些東西放在哪裏 我現在都放在這裡 做一個開放式廚房 很棒 看魚很棒 我們來看看Billy哥的手勢 好嗎 好嗎 看看魚 有料到 差不多了 有料到 不好意思 妨礙你了 等等 來來來來 來 嘩 聞到香味了 Billy哥 你問一下觀眾 聞到嗎 觀眾可能聞不到 聞到香味了 有料到 已經聞到有股香味了 現在我先煮一煮蝦 這個蝦應該很重要 聲音聽到聲音 不過我跟大家說 十幾人攤這裏 其實煤氣費很便宜 怎樣便宜呢 我基本上一年左右 我先沖二百元進去 我現在用了九個月 我還有七十幾元 其實我可以說我煮得少 不過洗澡也是用七十幾元 我沖了二百元進去 你也要洗澡 煮水 煮東西的話 電費反而會比較貴 但有些人 有些香港人 都是用電 用電來煮東西 我覺得 如果沒有火 我覺得不夠鍋氣 鍋氣很重要 現在煮 讓它水滾 然後煮蝦 牛肉 還有 咦 就時間到了 搞定 這個就搞定了 這個就搞定了 可以 告訴大家 我知道了 其實就 先開著 我怕焗得太久 聞到嗎 阿John 聞到嗎 聞到嗎 聞到牛肉味 哇 牛肉味 可以 好 夠了 我想它灑一灑熱 炒蛋 然後再炒蝦 就可行 炒蛋和蝦 就行了 好了 水滾了 水滾之後 我們下蝦 蝦不要亂動,讓它把澱粉吸收在蝦上 我們煮飯都是放進去,熟了就算了 還有一個步驟,現在我撈出來 我都聞到那些... 火不用關閉了,這裡先過一個冷河 那些蝦就肯定爽了 不想你找我吧 現在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撒一半的蔥花 撒一半的蔥花,好了 再攪拌一下 攪完了 加點油 最重要是先均勻 放進去 之後呢 就全部倒進去 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呢 就不用斬它 斜斜底,把蛋流出來 慢慢推開 慢慢推開 好像有些材料一樣 不如說,拿好水 肚子很嚴重 肚子很嚴重 你肚子餓而已 哈哈哈哈 好,關火 原來這麼講究 再沖下去 好快 可以上菜了 很快了 嘩嘩嘩嘩 嘩嘩嘩 給我們一個特寫的好菜 這是Billy哥的拿手好菜 蝦仁炒蛋 很香,我想下手 嘗嘗,偷吃吧 不要,不要 看得多漂亮 Billy哥,這碟是多少錢? 店鋪嗎? 還是自己買的? 店鋪起碼都... 28元 在香港吃的話可能是88元 在大陸吃的話可能是68元 我們買回來其實是很便宜的 是呀 但要懂得煮肉 這塊肉 然後就 你們兩個一起炒菜,不要等了 這塊肉 聞不到一股香味 下了油 很香 酸油 ... 大家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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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烤鱼的烤鱼 有烤鱼的烤鱼 是有的 兩隻一起上 黑百倍 這個比較好拋很多 1,2,5-3個 哇 哇 水水 太 炒 放入冰箱 点火 放入水 适量解煮 铺鸭鸭 蚝鸭鸭 賣相雖然不太好看,但也有食慾 放上去就可以了 可以 放上去 拿手很厚 還有一碟青菜 現在很難忍 你就是這樣鎖住你老婆的胎 不是,她鎖住我 最後 還有一碟 最後 最後什麼呢 就是魚 魚 爆一下豉油 放下去就完美了 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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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手勢不錯 因為我已經不是第一次吃 之前有吃過 其實我們今天除了展示Billy的廚藝之外 其實我們也想說Billy也是 18年做了這裏的業主 也有一點自己的見解 當然現在市場環境是這樣的 不賣就不賣就不賣 不賣就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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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看你什麼角度去看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 你現在這樣的價錢 你自己覺得你合不合適 如果你真的買來投資 我們就不建議 所以我們現在找回一些 我也有投資 我們下次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回分解 這一集我們Billy的廚藝 就分享到這裏 我們先開餐 因為有這麼多好東西吃 我們先吃 下次有機會各位觀眾朋友可以再約我們 找Billy 找阿莊 找阿莊去攪搖機 我找我煮家場便飯 家場便飯 家場便飯 OK Billy 真的可以這餐 看看我們已經清潔了 我喝了五碗湯 Billy厲害了 吃了四碗飯 看看 現在已經清潔了 湯我真的喝了 不過這樣 還有幾條菜 這些菜雖然都好吃 不過我們少了一個人 所以就清潔了 都差不多叫做光碟 光碟 也是OK的 我看到又想吃一點 真的飽的 很棒 OK Billy 真是辛苦Billy 今天 都攪了 攪了大龍鳳 也攪了一段時間 辛苦 家場便飯 我們這段影片就分享到這裏 各位觀眾 有興趣可以過來找我們 至於煮不煮家場便飯 我們再說好不好 玩吧 對 說而已 就分享到這裏 拜拜 歡迎來到最第一集 二十 歡迎來到我們第八集的預告 不行 歡迎來到我們第八集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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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歡迎來到第八集預告 先看這個海鮮 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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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進去 Billy 這裏這個海景 就是真真正正的一線海景 而且這個海景是望太平洋 嘩好大浪 在浪就知道 完全可以看到 就是完全可以在這裏沖浪 沒有問題 這麼冷的天氣都有人沖浪 有一句說話 就是頭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塌上 其實都是有島的 不是看不到 嘩 都有幾個島仔的 正呀 這些樓上有一些 一線海景的單位 我們稍後介紹給各位觀眾 好嗎